一场看似无伤大雅的恶作剧 却暗藏着巨大的阴谋 当真相揭晓的那一刻 无辜的两名女子已经陷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大家好,我是Jason 今天让我们了解一起震惊了世界的真实命案故事吧 2017年2月12日的深夜 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的一间高级酒店里 一名叫做City的25岁女子 正躺在舒适宽大的床上 脸上带着幸福的笑容 感慨着这几个月来的经历 让她本来暗淡无光的人生 变成了美好的童话 City出生在印度尼西亚 一个落后又偏远的山村当中 父母都是靠天吃饭的穷困农民 结局的经济条件 让City无法接受什么像样的教育 早早的就开始帮助父母在农地里劳作了 17岁的时候 她就糊里糊涂地嫁了人 还生下了一个孩子 而这段婚姻也只维持了几年 丈夫就抛弃了他们母子 为了让年老的父母生活得更轻松一些 同时也给年幼的孩子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 City毅然地离开了穷困的家乡 来到了马来西亚寻找工作机会 但是这里的工作竞争 对于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City来说 还是过于激烈了 无奈之下 她只能够选择出卖肉体 在市中心的一家洗浴中心里成为了一名所谓的按摩师 为了尽快的存够钱返回家乡 City平日里的生活非常的低调和简朴 除了吃饭睡觉和工作之外 很少像其他的女孩一样出去聚餐和娱乐 2016年底的一天 City出发前往一名客人的家里服务 路上经常帮她开车的出租司机突然告诉了她一个赚钱的消息 一个好像是电视台的设置组正在从民间招募女演员 拿着从司机那里得到的电话号码 City就拨打了过去 不久之后她就和一名叫做James的男子见面了 对方和她说 他们来自于一家日本的影视公司 正在带着团队在世界各地拍摄恶作剧的视频 然后投放到视频网站上赚钱 当时恶作剧视频是网络上一种特别流行的内容 人们喜欢看那些毫不知情的路人 被各种恶作剧作弄时流露出来的尴尬 惊讶 恐惧 或者是愤怒的反应 City在闲暇的时间里也经常上网看这样的视频 所以她很快地就理解了这份工作的内容 对于她来说 对方承诺的她今后会因此而出名 成为很多人都认识的网络明星这一点 并没有特别大的吸引力 但是当James承诺说 每帮助他们拍摄一条这样的恶作剧视频 就会支付给他90美元的酬劳时 City的眼睛亮了起来 因为在平日里 她每接待一名客人也只能赚到5美元 而花15分钟拍摄一场恶作剧 就能顶得上她接待快20名客人了 这怎么能不让她心动呢 于是City立刻就答应了对方的要求 成为了这个拍摄团队里的一员 从这一天开始 那个叫做James的经理就开始一边进行视频的拍摄 一边对City进行严格的指导了 而她设计的恶作剧也非常的简单 就是让City在一些像是车站 机场这样的公共场合 偷偷地尾随James所指定的某个路人 或者是装作和对方偶然的相遇 然后City就会出其不意地 把预先涂抹在手上的护肤霜 或者是婴儿油涂抹在对方的脸上 有的时候也会换成是一瓶香水 喷洒在对方的脸上 然后City就会装作认错了人 一边连声地和对方道歉 一边快步地跑开 留下对方一脸茫然地站在原地 虽然在进行这些恶作剧的过程当中 City从来就没有看见附近有什么摄像师 她也不觉得这样所谓的恶作剧 有什么好笑或者是吸引人的地方 但是James则是不停地和她说 她的这些演出都被周围的隐藏摄像机拍摄了下来 并且在网络平台上大受欢迎 她在James的家乡那里已经是一名网络名人了 听了经理的这个说法之后 City也就不再多想什么了 说不定世界的某个角落里就是有笑点这么奇怪的人呢 而更重要的是 每次拍摄完毕 James都会按照约定给他90美元的现金当作酬劳 这对他最为重要 在之后的两个月当中 James带着他前往了很多的国家和地区 在各个不同的地方进行了拍摄 虽然这个拍摄团队好像很小 包括City在内也就只有四个人 但是背后的老板或者说是金主似乎非常的有钱 完全地承担了他们在世界各地的旅行 还有入住高级酒店的费用 James还不停地和City说 老板非常欣赏他的工作 对于他稳定的拍摄状态特别的满意 准备在这一系列的视频拍摄完成之后 就雇佣City成了影视公司的正式演员 让他从此不再为生计还有金钱而发愁 此时这个提议对于见识过了世界繁华的City来说 已经是相当的有吸引力了 所以他在进行接下来的那些恶作剧时 表现的就更加的认真了 当时City不知道的是 在世界的另一个角落 另一支类似的视频拍摄组 包括里面一名叫做段士香的29岁越南女子 也在进行着相同的恶作剧拍摄工作 段士香出身于越南的一个普通人家 从小呢他就有一个成为明星的梦想 所以在大学毕业之后他并没有去找工作 而是以模特的身份开始尝试进入演艺界发展 他曾经参加过电视台的选秀节目 但是在海选阶段仅仅开口唱了几句 就被评委淘汰了 之后他开始在网络上发布一些衣着比较暴露的照片 引起了一定程度的关注和流量 成为了一个18线的小网红 这让他偶尔会接到一些工作邀请 穿着性感的服装在一些越南本地的网络视频里进行恶作剧 然后在2016年底 他接到了一份奇怪的工作邀请 和CD一样 同样是每拍摄一个恶作剧视频 就能得到90美元的酬劳 而段士香更看重的 则是对方承诺的会利用公司的资源 让他出名成为大明星 所以他对于恶作剧的执行也非常的认真 当然他被分配到的剧本和CD也略有不同 那就是他需要从背后接近指定的路人 然后就像玩猜猜我是谁一样 用事先涂抹了面霜或者是婴儿油的双手 突然从背后蒙住对方的双眼 然后在一边道歉一边跑开 幕后的老板对他的要求格外的严格 经常通过短信指导他 说一定要确保双手都覆盖住对方的双眼 然后一定要停留几秒钟 再把手向下拉 确保把手上的油涂满对方的脸颊 为了让他更加的熟练 负责的经理还专门给他买了一只大号的泰迪熊玩偶 让他只要闲下来的时候 就在酒店的房间里面练习 就这样两个多月的时间转眼过去 在2017年的2月12日 CD和段石香才从各自的经理口中得知了对方的存在 经理们和这两个女孩说 第二天公司将安排一次特殊的拍摄 CD和段石香两个人将一起配合着 在吉隆坡国际机场进行拍摄 两个女孩被告知说 这天公司会安排一名男演员来扮演被整骨的对象 她会在脸上被涂抹到油之后 显露出惊恐害怕的情绪 把节目的效果最大化 而CD和段石香两个人则不用多想 只要按照之前两个月已经熟悉的套路去做就行了 因为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拍摄任务 所以在成功之后 公司会给他们每个人200美元作为酬劳 就这样在安排之下 CD和段石香提前一天来到了吉隆坡 住进了不同的酒店 并且和一直在身边的设置组的成员们 提前吃了一顿庆功宴 预祝第二天的拍摄成功 第二天 CD和段石香按照计划来到了吉隆坡国际机场 第一次见了面 两名女子互相之间问了好之后 就分别接到了今天的任务道具 段石香拿到了一条好像沾了油的毛巾 她被要求要用这块毛巾蒙住恶作剧对象的脸 至少保持几秒钟之后再松开 而CD则拿到了一个香水瓶 里面装的好像也是什么油性液体 她被要求在段石香出手之后 也立刻把瓶子里面的液体喷洒到对方的脸上 然后他们什么也不要管 立刻离开去机场外面的出租车站和拍摄组的成员们会合 任务布置完毕之后不久 那名经理口中所说的配合日子拍摄的第三名演员就出现了 他是一名身材肥大 有一些秃顶的中年男子 背着行李包 身上穿着有一些宽大的西装 往出进口的方向就走了过去 事先已经看过这名演员照片的CD和段石香 立刻就跟了上去 当那名男子似乎在低头整理自己的文件时 偷偷来到了他身后的CD还有段石香 互相对视了一眼 点了一下头 然后段石香一个箭步就冲了上去 从背后用那块沾了油的毛巾 蒙住了男子的眼睛 在停留了几秒钟之后 他又像之前练习了无数次那样 进行了涂抹 确保毛巾上的油渍都粘在了男子的脸上 然后几乎就在段石香把手抽开的同时 CD快速地把手上瓶子里的液体 喷洒到了那名男子的脸上 然后他们一边嬉笑地说着抱歉 一边分头地跑开了 之后CD和段石香随意地 把那块毛巾还有香水瓶 丢弃在了垃圾桶 因为手上沾了油 黏糊糊的 他们也跑去了洗手间 快速地洗了手 然后如约来到了机场外面的出租车站 在这里段石香遇到了自己的经理 对方要求他搭车回酒店等其他的人 然后就离开了 于是段石香听话地上了一辆车 而当CD来到出租车站的时候 发现一个熟人都没有了 他等了好一阵子 都没有任何人来和他会合 他尝试着拨打了经理 James的电话 却一直都显示 对方已经关机 不明白现在是什么情况的他 也只能够先上了一辆出租车 准备回酒店里再说 在出租车上 CD和段石香两个人 都开始感觉到巨大的疲劳感 伴随着头晕还有恶心 一回到酒店的房间 他们就都吐了 此时两名女性都觉得 可能是因为头一天晚上 在预祝拍摄成功的庆功宴会上 喝了太多的酒 让他们宿醉倒置的 于是也没有多想 就一头倒在床上昏睡了过去 第二天 他们两人醒过来之后 不约而同的 都开始联系各自的经理 想要确定 头一天的拍摄 是否达到了公司的预期结果 然后就是这次拍摄的200美元 酬劳该怎么领 但是两个经理都好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 联系不上了 又过了一天之后 越南女子段石香突然接到了经理发来的一条短信 说让她再去吉隆坡机场一次 拍摄另一条视频 酬劳会一起计算 而当她像之前一样 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走进机场时 就被守在这里的警察给抓住了 几乎是在相同的时间 一对警察敲开了CD的酒店房间的门 当冰冷的手铐戴在两名女性的手上 警察说要以谋杀的罪名 把他们逮捕的时候 CD和段石香都是一脸的茫然 甚至还向警察反复的确认 这是不是也是在拍摄恶搞视频呢 可怜的他们当时不知道的是 其实在之前的几个月里 他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成为了一个恐怖阴谋的一部分 而现在他们作为用完计器的工具人 即将面临最恐怖的命运 死刑 原来那名被他们把油涂抹在了脸上的男子 根本就不是什么所谓的配合演出的演员 他对这一切也是毫不知情的 在遭到这样突然的恶作剧之后 他的脸上露出了惊恐的神色 似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于是他立刻快步的走到了一名机场警察的身边求救 从机场的录像当中可以看出 他的双腿在行走的过程当中 已经开始不受控制的有一些蹒跚了 他告诉警察说 有人把不明液体涂在了他的脸上 很可能是一种毒药 希望能够尽快地得到救治 警察最开始还以为他是在开玩笑 但是这名男子的身体随后就肉眼可见的衰弱了下去 他的身体像癫痫发作一样开始抽搐 然后就瘫倒在了一张沙发上陷入了昏迷 机场方面紧张了起来 把他送进了设置在机场里的医疗中心 开始对他进行急救 但是一切都已经迟了 恶作剧实施的20多分钟过后 这名男子就死去了 警方通过他的护照信息 知道了他是朝鲜公民 叫做金哲 但是很快的情报机构就确定 金哲只是这名男子使用的一个假名 他的真实身份是金正男 现今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哥哥 金正男是朝鲜上一任领导人金正日的长子 母亲陈惠玲并不是金正日正式的妻子 所以在金正男出生之后 他的存在被隐瞒了很久 但是最终金正日还是公开了这名儿子的身份 并且还得到了太上皇金日成的喜爱 当时谁都觉得金正男将会在日后 获得父亲的传位 成为朝鲜的第三代领导人 但可能是因为年龄很小 就被送去国外进行留学的经历 让金正男在能够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和法语的同时 思想上也开始渐渐的稀化了起来 和继承并管理金家的帝国比起来 他更倾向于成为一名大商人来享受人生 当他提出朝鲜也应该学习中国的改革开放 发展经济的时候 和金正日产生了巨大的矛盾和分歧 也让他失去了继承人的资格 也就是所谓的废太子 之后金正男开始淡出了朝鲜的政治圈 开始了享受人生的生活 2001年日本海关发现 金正男试图用一本伪造的多米尼加护照入境 护照上的名字是胖熊 不知道是不是他对自己体型的调侃呢 随后日本方面发现 他用假护照入境的目的是想带妻儿去迪士尼乐园玩 最后金正男因为使用假护照而被日本驱逐出境 也成为了金氏家族眼中的耻辱 被放逐出了朝鲜 常年的在中国澳门还有新加坡生活 2011年底金正日去世 把朝鲜的皇位传给了金正恩 据说他之所以传位给这个当时还不满30岁的最小的儿子 就是因为看出来他是几个儿子当中心最狠 手段最毒辣的一个 只有他才能够继续地稳固和控制朝鲜的局势 让权力牢牢地掌握在金氏家族的手中 不得不说金正日看人的眼光还是很准的 就在国际上都在猜测 这个新登基的小皇帝 可能要被老一辈脱股老臣架空一段时间的时候 金正恩在上位之后的第一年 就解决了两名被指定来辅佐他的老臣 在第二年又把国家的二把手 他的姑父张成泽革职 然后处决了 无疑他在权力斗争当中的老恋和狠辣镇住了所有的人 立刻就亲自地掌握了朝鲜的实际权力 这让流亡在海外的金正男也非常的恐惧 一度写信给这个同父异母的弟弟求情 说自己绝对没有觊觎权力的野心 只要能够平安度日就满足了 但是私下里金正男在面对记者时 也经常地表示 对于朝鲜这样三代世袭的制度很不满 也许是他的哪一句话戳到了金正恩的痛处 终于命令手下的情报机构 设计并且实施了这次暗杀 事发之后 警方通过机场的监控视频发现 在这场所谓的恶作剧的执行时 附近有好几名朝鲜的特工人员全程进行监视 当金正男被送进医疗室进行急救时 还有一名特工从门口走过查看情况 在确定金正男死亡之后 这些特工人员立刻就搭乘飞机 离开了马来西亚 经过几次转机之后 回到了朝鲜境内 而他们策划的这场谋杀 可以说得上是完美犯罪了 通过几个月的精心策划 让两个工具人深信不疑地以为 自己只是在进行无伤大雅的恶作剧 借此顺利地实施了行动之后 工具人被舍弃 其他的主视者 都在第一时间顺利地脱身 逃回了国内 事后 法医在死去的金正男的脸上 化研出了VX神经毒剂的成分 这些一种一小滴 就能在极短的时间里 杀死20个人的烈性神经毒剂 警方相信朝鲜特工 利用了这种毒药 可以通过二元形式携带的特点 交给CD和段氏香 两个人手上的液体的毒性 都不是特别的剧烈 但是当他们被涂在金正男的脸上 发生混合之后 就形成了VX毒剂 加上眼睛的黏膜 还有脸部皮肤的快速吸收 导致了金正男来不及接受抢救就死掉了 至于CD和段氏香 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各自沾染到的液体的毒性 相对低一些 手掌上的皮肤又比较厚 吸收性比较差 事后他们又洗了手 所以才仅仅是头晕呕吐 昏睡了一晚就没事了 被逮捕之后 CD和段氏香都被指控犯下了谋杀罪 这个罪名在马来西亚只要被定罪 就会被判死刑 虽然他们从被捕开始就一直辩解说 对于这场恶作剧 其实是一场暗杀行动毫不知情 他们只觉得是在拍视频而已 但是法官在看了机场的监控录像之后说 两名女子在去洗手间的路上 都有意地把双手远离身体 也刻意地不去碰触楼梯的扶手 这些都证明 他们知道手上的是毒药 所以依然坚持用谋杀的罪名起诉他们 不过后来两个人的律师辩解说 CD和段氏香 只是因为觉得手上粘油 怕弄脏衣服还有周围的环境 才在去洗手间的路上这样表现的 从他们随意地把有毒的毛巾 还有香水瓶丢掉 还有他们毫不在意地 一路穿着沾染了毒气的衣服返回酒店 路上还不断地用手摸脸和里头发 就能够看得出来 他们两人对于下毒的事情完全不知情 并且他们两人在和所谓的经理 还有幕后老板直接互通的上千条短信当中 也从来没有出现过任何像是金正男 和毒药这样的内容 所有的信息都是在讨论视频的拍摄的 这些都能够证明 CD和段氏香是无辜被牵连进来 成为工具人的 后来通过印度尼西亚 还有越南两国政府的活动 在2019年中 CD和段氏香都被释放返回了家乡 CD直到出狱之后 才弄清楚了金正男是谁 金正恩又是谁 之后他回到了自己的家 开始了平静的务农生活 而段氏香回到越南之后 得偿所愿 一度成为了媒体关注的焦点 接受了很多的电视访谈 讲述了自己的经历 但是随着更多的社会热点新闻的不断出现 他的名气也只维持了很短的时间 就渐渐的无人问津了 这起案件发生之后不久 就有不少的网友脑洞大开的注意到 早在2014年 美国就拍摄了一部电影 叫做刺杀金正恩 这部荒诞的喜剧电影里就提到了 让两名脱口秀节目的主持人 借由采访金正恩的机会 用贴着剧毒胶带的手和金正恩握手 这个胶带上的毒性 会让金正恩在几天之后毒发身亡 而在三年之后 朝鲜方面设计出的这场刺杀金正男的行动 在多大程度上是受到了这个电影的启发呢 就不得而知了 好的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再次非常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感谢观看